玩了一个月的急跑亚联 我亚联胜率反而还掉了 除了非常灵活的这种急跑可能更好玩 现在我都是更倾向于斩杀的 因为亚联实在太缺伤害了 前中后期都如此 对线期没了这个斩杀 我感觉亚联的对线强度都拉了不少 从数据上来看 斩杀急跑二者占比是差不多的 胜率也差不多 但急跑mvp率高了好几个百分点 我还是选择斩杀 毕竟mvp多上战力快不少啊 对线身测啊 当然是可以直接抢二的 但聪明点的孙侧抢完二 都不会给你打了 所以这里选择先摸一下孙侧 再过来清洁生二 这时候孙侧先二觉得自己有优势 就会过来找我打 殊不知这正是为他设下的陷阱 虽然血量落下风 但凭借双步甲的坦度 再配上血量越低回血越多的被动 打出红的回血再接三弹一击飞 二级斩 直接反上拿下一血 其实带急跑 压连线上也是压制顺色打 但是斩压线会低很多 压制力也会大大减小 因为压连真凶他就是缺伤害缺爆发很难一套把人带走 等你两段和大招上一打满 你会发现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伤害 这时候斩杀的这点伤害就会非常关键 毕竟技能交往还没有结果 往往就会陷入被动 现场准备继续压制顺色的时候 大乔来了 起来这时候凭借满技能加经济等级优势加斩杀 完全是不用跑动翻打的 大招不要先交 先靠墙就有一点能量 等他们打不过了可以大招追击防止他们逃跑 该死 宏洞回险就差一点 这不是操作问题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 我还就选择操作 虽然被抓死了一次 但我们对线仍然是优势方 对线打得过的时候就先对线 等到先手清完线了再支援也不迟 如果你优势的时候不先清线就支援 支援着支援着你就会发现你打不过了 先手清完线后也是盯上了韩星的野区 虽然只有我一个 但我家还有个流帮友大 二非二的情况下 我压制孙侧对面其实是打不过的 直接拦截孙侧 韩星几国家大规碑控制 韩星脆优先击杀韩星 打出一击费配合六帮的控制 双掌杀直接拿下韩星 事后再把韩星的蓝刷掉 还是得老难受了 孙侧残血一直没回家 他这个血量其实已经到短线了 利用好大招无法行中 这不是能杀的 先用一二压制他的血线 好吧 这流帮来了 那轻轻松松直接拿下 拆完森策一塔后发现 原来我们整体还是逆风的 发一路陷入烈士的话 这把响应难度也很大 毕竟辅助现在都连体 一个人想顶着辅助 保护切掉射手 还是很难的 下路一塔尾巴 不要再死定下路了 寻找机会突破其他路 这里韩星已经要掉大招 但他又回头想摸他 被刘邦打一套 此时他卖位直接上 二二一两刀再接一击飞 他拉开二连上继续A 他再拉开大二跟上 落地空斩没有杀掉 好在流帮也在 非常完美的一波配合 打到这里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家是点人接打野 但这把其实我迷面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很多时候决定胜负的不是任容 而是手法 这里我刷野员方向打 利用咱好的应急值二一击飞 他肯定要交二了 提前开大 防止他二拉开后打不到 落地接斩 直接打下 待机跑的话 这不其实也能杀 但我还是感觉有斩杀的时候更自信一点 有斩杀的时候 我可以打得更有攻击性一点 女帝中了一个人 然后抱一手 因为不斩杀能开到头 已经赶了那直接走 身错开船撞了一波 又没打出什么效果 对面没状态没技能 这不我认为是能操作一波的 直驾观点缩 没追击到直接打了会被伤害 咱两个落地线三单一 交二拉出防御塔开启雪魔 走不掉了 回头A出红的回血 接斩他拿掉身子 我太爱斩杀了 我甚至认为只有斩杀亚连 才称得上第一的强度 后面能讲的东西就不多了 重要的点就在于 前期军事下是怎么处理 怎么打开局面的 操作这个东西 只要你玩的场子够了 属性都够高了 自然而然就会有的 军事下还是 等下就是 卑�府达3年过程 jar效能ari。 Zac就开始再出 Falls 静致 Fans so Dr.你什麽用紙 变 clar力了注视乎 tele员著 storms 啊啊啊啊 啊啊 阿西亞這就是萌單可樂啊